4月8日,JJ林静杰为新书既得在台湾举行签书会 因为签书会在台湾启有异常 这也让歌迷们非常珍惜这次与JJ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使得现场被围的水泄不通 而JJ本人也十分看重本次签书会 希望可以给购买新书的粉丝一一签名 4月9日,JJ将前往香港进行既得的宣传活动 我们来恭喜林静杰正式成为畅销作家 我们用他的书堆起了JJ 好可爱哦 哇,真的 我们同时呢,请JJ为自己的新书戴上皇冠 代表你是畅销No.1 来,看着镜头,谢谢,从左边开始恭喜 JJ一出场便引来粉丝们的尖叫 新书既得是JJ出道以来心路历程的积累 除了他本人的摄影作品外 也记录下了自己每个时间段的心情 3月1日开始预购至今 销量突破了15000多本 首次出书便有如此的佳绩 出版社特意为JJ送上一张超大名片 以钢笔作为礼物 除了歌手、创作人、潮牌CEO等身份外 如今JJ更多了个畅销作家的头衔 写的这本书其实都是包括我从成长 小时候的成长过程到 一直到初到一直到现在的一个心路历程 所以其实如果严格来说算的话 应该算是我从 还没幼稚园开始就酝酿这本书了吧 有一天就是希望也可以用文字的方式 用影像的方式拍照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 我从小到现在的心路历程 JJ在书中分享了自己的成长历程 坦言小时候个性比较内向自闭 对自己没有信心 但因为爸爸的不断鼓励与支持 才让大家看到了今天的自己 如此感性的表白之后 JJ也不忘幽默一把 因为在自己生日的时候 没有收到好友怀秋在微博上的祝福 JJ向好友放话说 今年对方生日时 自己也不会祝福对方 因为我小时候 就是书里面有讲到 就是我小时候其实蛮自闭的 然后蛮没有自信的 然后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 其实如果我没有爸爸的鼓励 没有爸爸的支持 其实我不可能有今天 所以我第一个想到 就是在我写第一篇 这个第一章的时候 想到小时候就想到爸爸 他哦 他有点不讲义气 每次提到他我都会生气 哈哈哈哈 没有啦 我生日当 其实他有祝我生日快乐 可是他在他在微博上面就没有祝我 然后所有的艺人都有祝我 然后艺人朋友都有祝我 就他一个人没有祝我 然后可能有一些 歌迷朋友会以为说 我们是不是不吵架啦 不开心啦 那有什么 然后就没有祝我生日快乐 所以在这里我要 我要说 怀秋 这个今年的生日呢 我不会祝你 所以先祝你生日快乐 然后到时候我就不会祝你了 哈哈哈哈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